在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国际同济会的志工跟立委蔡世英 市议员张浩瀚等共同来参与这次的金灯活动 而这边的阿拉宝湾是河滨岛珍贵的天然资源 希望唤起国人对于地球环境保护的意识 同济会本着爱护地球的心态 所以会在今天4月25这一天 联合基隆家族的同济家庭 来那个基隆的阿拉宝湾做这个金灯的活动 我们要爱护地球 然后让大家守护地球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同济会家族来阿拉宝湾敬摊 那主要是希望我们这个海洋环境大家能够共同来保护 那河滨岛公园有机会成为北关风景区管理租座的事情也非常支持 整个预算的一个提升 除了我们每年固定举办相关的音乐器的活动 让更多人来到河滨岛公园之外 其实河滨岛公园最近这几年的整体的设施改善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步道的改善等等 那我期待河滨岛公园成为北台湾最亮眼的一颗星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促成我们国际投机会 北域区十个分会 以及我们中正区的一个志工伙伴们 一起来到阿拉宝湾来敬摊 那我们想河滨岛阿拉宝湾呢 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资源及资产 那环境的维护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今天呢 把大家集结在一起 一起来为我们的环境来做努力 也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市民 给我们的国民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而这一次禁摊的朋友们 清出为数相当可观的废弃物 塑胶垃圾跟漂流物 显示环保工作 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而这一次国际同机会举办的 和平岛公园阿拉宝湾敬摊活动 吸引到了基隆会 罗东会 如意会 世纪会 宜兰会 苏澳港会 喜悦会 精英会 新阳会 体育会 陈美会 平导志光 选手队员300多位朋友参与 共同为环境保护而努力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